8到10周胎庭的预兆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樊阳 陕西省人民医院产科副主任医师 这个也要分很多种情况了 一般情况下孕早期胎庭 有一少部分孕妈 她是没有感觉的 可能她去复查的时候 做B超发现胚胎庭育了 这个也是很难接受的 当然这这样非常非常少的一部分 那有一部分妈妈会有点阴道出血 那她警惕性比较高的妈妈 就会及时去医院 那么有时候一做B超胚胎庭育了 还有一部分妈妈是 阴道出血半轻微的下腹坠痛 有点不适感 这个也是胚胎庭育的一种表现 基本上如果B超诊断 B超就是经指标 B超诊断 我们的胚胎已经停育的话 建议妈妈们不用再犹豫了 要及时终止妊娠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